在以下片段,你将会看见如何使用五加轮手泵 将Redon小车和休闲车配方安装在轮胎内 首先,将手泵从包装盒取出,内有剂量手册 接着,拉起手柄 如果被锁死,松开螺母 再将手柄拉起 当手柄到达最高位置,才将螺母锁紧 将手泵向下压回原来位置,证明手泵操作正常 在桶的顶部有手泵插口 将密封盖拧开,小心把盖放好 因为需要重复使用,然后把密封条拉出 将手泵管子的出叶口接上桶侧面的回叶接口 将手泵直管插入 注意,不要用力过度,以免损毁插口上的密封螺纹 手柄顶部接连喉管 需要顺时针转动 把里面阀门打开 将回叶口上接口阀门打开 从手泵挤出的防漏剂就可以回流到桶内 将手泵上下抽动 将由桶里面挤压出来的防漏剂送回桶内 目的是将管内空气完全排出 准确注入剂量 安装轮胎气嘴时 必须在2点到10点位置之间 就是这个绿色范围内 确保注入的防漏剂不会粘附在轮圈上 增加激活所需的时间 轮胎的侧面有轮胎尺寸的资料 好像这个轮胎就是205-552-16 按上述尺寸 可以在计量手册查找适当计量 或到网上计量计算器查找 好像这个轮胎就需要注入14盎司 杆上的刻度就是灌入的计量 锁定计量的位置 注意锁块底部应该在刻度上方 好像这里就锁在7暗室之上 松开轮胎气嘴盖和拧出阀心 让空气泄出 手泵可以将防漏剂挤进内压达到65磅寸的轮胎内 所以你可以在空气位完全排出就开始注入 内压越低注入就越轻松 将管子接上轮胎气嘴 打开阀门 将Rideon注入 这条205-552-16的轮胎需要14盎司 刻度7 两次就完成 然后把阀门关上 为了节省安装时间 请预备阀心 移除管子后 马上拴上阀心 注意 别损坏阀心的螺纹 在拧上气嘴盖前 先用检验测试阀心是否安装妥当 有没有空气泄露 然后用干部清洁轮圈上的防漏剂 篇中显示黄色的部分 就是Rideon保护的范围 请注意 如果在黄色范围以外的严重损伤和戳孔 基于安全理由 所有高速轮胎生产商 都只会建议更换轮胎 Rideon轮胎自补防漏剂 是你的安全伙伴 请向当地经销商查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